大S承认怀三胎了,虽然他表示原本想满三个月再分享喜讯,但还是希望得到大家祝福 因为我真的年纪大了,高龄,41岁,怀孕是很累的事,我很需要大家的祝福 他还表示人不能乱立弗拉格,原本说绝对不要再生 但竟然在我瘦下来之后又怀了,以后不能再说这种话了 此前,大S承三月份因为感冒引发癫痫复发昏倒,送急诊后爆出怀第三胎的消息 出院后他并未正面回应是否怀孕,而是向大家报平安,我一切都好,谢谢关心 而传怀孕的消息刚爆出时,大家反应都很强烈,希望西元好好照顾自己,身体最重要 毕竟近年来身体欠妥的大S的,怀孕生子之路,一直很波折 当年为了生第一胎,37岁的高龄产妇大S从被孕到生产,卯足了力气 甚至放弃了多年来坚持吃素的习惯,再听了婆婆 张兰的话后开始大口吃肉,狂喝中药补身子 还好一切顺利,2014年4月24日,大S王 小飞第一个女儿汪西月在台北出生,母女平安 然而,到生老二汪西林时事情可没那么顺利 大S春生二胎时差点死在手术台 其实,大S一直患有癫痫,其俗称的,羊脚风,或,羊颠风,是大 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 之前,大S曾解释因压力太大患上忧郁症,并导致癫 前第一次发作,后在家人的精心照顾下才逐渐好转 而2016年5月儿子出生时,大S因打过两麻醉药,倒 至第二次癫痫发作,一度在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接受治疗 早在大S二胎生产前,大S就称自己是一只搁浅的鲸鱼,随时会爆炸 汪小飞也一直为老婆加油打气,全家人都为老二和大S的健康捏了把汗 生产之后,老公汪小飞发微博指大S曾因止痛药物过敏,出现昏迷疾 瞬间缺氧症状,荆棘救后度过危险期,大S托他向大家报平安 在儿子出生后,他在某次活动的采访上更是开玩笑说,我是我儿子上辈子的杀父仇人 他这辈子是来报仇的,忽然怎么会生他的时候我就死了一次 后来我每次报,他就大哭,过了一百天后才变好 但由于二胎生产时的惊险经历,大S身体状况一直不太稳定 今年年初大S也许是受够了这些年来,胖到变形,的自己 决定减肥,一个月狂瘦10公斤,连老公都佩服不已 42岁的他颜值瞬间回到巅峰,山菜,十七,嫩到出水 不过这番狂躁减肥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了他之前因第三次癫痫发作再度入院 如今,他再次承认怀孕第三胎,大家都害怕这位大龄母亲的身体还撑得住 忙,大家对此都表示很担心,很心疼,甚至有网友还生讨起汪小飞来 但大S自己说,这次就随缘吧,之前决定不生了,接了不少工作,还是会去做 这番话也是一如既往的很,徐希元,对自己超狠,大S一直是一 为极具个性的女明星,敢爱敢恨,敢说敢做,不会顾及他人的眼光 他身上这样古润静儿和狠静儿,从小就有 就像从出道以来,对于美,他追求极致 没有最狠,只有更狠,他写过一本叫做《美容大王》的书,把他个人的美容经验,身体的护理仪 及个人保养的思想,心得体会全部整理起来,这本书一时成为当年许多女孩子的美容宝典 他说过,要么瘦,要么死,大S可以连续三星期每天只吃一根香蕉瘦到70斤,也曾连续吃素十几年,只为了维持苗条身材和完美肌肤 为了美,即使是一杯毒药,我也会心甘情愿递喝下去 这是他的原话 他对头发的喜爱近乎偏执,头发任何人都不能碰,除了自己 连男友要搭他的肩膀,也先得把头发撩起来,才让他的手搭上肩 他爱好购物,声称自己一定要是台湾第一个抢到当 即最新的限量版名牌包,衣服和鞋子的那个人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他家中鞋柜里收藏的400双鞋,总价超千万 在对人,对视的态度上,大S也是很得意绝 面对娶了自己心爱妹妹小S的男人时,他敢在婚礼上放 话,你要是敢对小S不好,我就找人打断你的腿 早期在做客,小燕有约,时,大S直言自己就是会为男朋友挡刀的那种人 是的,他就是这样,敢爱敢恨,绝不将就 当年,凭借,流星花园,山菜大火之后的大S,成为当时的台湾娱乐圈名副其实的偶像剧女王 但,一个转身,他立马对名不见经传的蓝正龙一见钟情,打得火热 分手后,又和韩国库隆组合里的剧剧夜有短暂交往 还有传言大S曾在在脚踝刺上代表男友的韩文文字 再来就是众人皆知的,大宰恋 两人的恋情从,战神,戏内延伸到现实生活 当年,2005年,仔仔车祸,大S第一时间冲去医院陪伴左右,并大方承认,我恋爱了,两人在一起时,看起来大S一直以姐姐,女王的形象凌驾 于周渔民之上,每次出街照看起来仔仔就是乖乖的拎包小男友 所以传言,仔仔受不了大S的强势,最终相恋近三年的二人还是选择和平分手 大S曾说,在这世上,没人能控制我,没人能 有我的想法,没人能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 当然,这包括结婚 后来,在仅见过汪小飞四面之后,S就认定他,要和他共度一生 一开始这对夫妻完全不被外界看好 可七年至今,现在越来越让人感觉两人才是真爱 不难发现,婚后的徐希元变了不少 曾经是,一匹狼,的女王也结婚后可以在家安安稳稳地待着,相夫教子 大S像变了一个人,收起锋芒和所谓的强势,变得温柔,甚至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 胖了,他依然剪掉了长发,还开始大口吃肉,他一门心 自完全陷入了家庭,全心全意地做起了好妻子,好母亲 而他确实做得很好,减少了很多工作,为了老公和小孩北京台 北两城跑,发的微博全是祝福和祈祷,日子过得安静平和 有些时候都快不认识这个新的他了,连怀悦儿的时候他自己都笑称,头是我的,身体不知 是哪位,不过,外表心境再怎么改变,大S骨子里还是那个对自己永远都狠的徐希元 为人母依然也要酷药自由,大面积的纹身也不会怕痛 说减肥就减肥,在饮食和运动的双重控制下,分分钟瘦下来依旧美瞎大家的眼 小孩长大后要进娱乐圈也会说破嘴巴告诉他们,绝对不行,这次说生老三那就生老三哥,甚至 都能脑补他的口气,老娘就是要生,死也都要生,那,他就是一直这样真实坦率地做着自己 可能有些时候看起来对自己太狠,但是他不做不扭捏,不会随主流刻意装什么人设 该美的时候一定美,该拽的时候一定拽,该当妈的时候,行吧,那就好好当妈妈吧 这次怀上三胎,也希望大S健康养胎生产,平平安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